太空人雖然去年在季中 靠着交易赢回了Justin Verlander要冲击连霸 但却在美联冠军德州大战中败给游击兵 在主力阵容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 总管Dyna Brown在去年12月受访时便提到 球队着重于补强捕手及后援投手 来应对老捕手Martin Madonado 胜利组后援Hector Nerys Phil Maten合约到期的空缺 在捕手方面很迅速的签下Victor Caratini 作为二号捕手 同时也签了两笔牛棚投手勒头合约 算是印证了Brown要补强 但不想花太多钱在后援投手上的方针 而当一笔笔自由市场大约开出 同时老板Jim Crane看似没有意愿 让团队薪资突破第一层豪华税线 本来以为已经大致已定了补强 却在今年初开始有了太空人队 FA最大咖的后援投手Josh Hader有兴趣的风声 正当沾酸还在酸说 老板这么小气 一定是帮别人抬价的假消息啦 想不到太空人马上宣布 以5年9500万 网罗近年顶尖终结者之一的Hader 狠狠打了战酸一巴掌 这张合约的AAV是1900万 没有延迟支付 所以以限值来看 是比Adwin Diaz有延迟支付的合约还要大张 创下了后援投手的限值最贵合约 把门关上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吗 今天就让我们从Josh Hader的角度 跟太空人球团的角度来看这笔破纪录的合约吧 Josh Hader是近年强力终结者的代表之一 同时又是稀有的左头 CNK9值15将第九局的关门任务交给他 能用最安稳的夺山镇手下胜利 从两九人时期开始便是 技中交易时的大热门 并于2022年被交易到了教室队 当时的合约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于今年2024年到期 虽然教室有对Hader提出2032.5万的合格报价 但Hader决定投身自由市场 目标是在满30岁的生涯巅峰 争取到一笔复数年的合约 从2017年登上大联盟之后 Josh Hader使用挥空率极高的 升卡球与滑球寄金四座 隐蔽性十足的长球 让他在打者只能面对他一次的情况下 非常占上风 在酿九人的前几年 被当作跨局数的菜单专家使用 也练就了超强的心脏 现在在Fangraphs统计的中张力高张力情境下 我把分别是2×32与2×55 并于2019年开始正式接班终结者的位置 在接下关门任务后 Hader丢跨局的次数渐渐减少 上一次跨局已经要追溯到2020年8月 但不丢跨局数不代表Hader的价值降低 专注在一局的投球 反而让Hader的效率又更上层楼 2021年以58.2局就夺下2.6W的成绩 从投球技术面来看 Hader在2021年开始 不管是升卡球滑球的均速皆有所上升 其中滑球的比例拉高极改变 是值得观察的重点 过去Hader的滑球在缝线的转轴 以及位移方向上较为固定 而在2021年后开发出了更多变的滑球 转轴与位移的方向横跨了1点钟方向到5点钟方向 这样的改变让Hader加大了滑球可以攻击的范围 让他的滑球在2021年创下了生涯新高的57.3% 但Hader也不是一直维持巅峰 从2022年7月开始陷入了前所未见的低潮 718月的WOBA更是突破天际的5x22 5x05 7月份短短9点一局被打了生涯新高的5发全雷达 8月份连续的大爆炸一度让教室将Hader拔离关门的位置 这段期间Hader并没有传出什么伤势 有些报道指出Hader有Tipping的问题被抓到 在丢数球前不会深呼吸而丢变化球实惠 但样本过小难以验证 不过回顾以往Hader在季赛中陷入低潮的月份 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Hader存在夏天状况会比较差的规律性 我们将Hader在转任终结者后状况较差的2021年7月 2022年7月到8月与当年度整季的状况做比较 发现滑球的状况有所不同 在转轴方向上会略微降低 同时皆由水平位移变大 但垂直位移变小的情况 在比对Hader这些月份的滑球使用量 都是有所下滑的 由此可以推测Hader的滑球状况不佳 在控球不尽理想的情况下 只能靠升卡球对决 才导致了单月的大爆炸 有此可知Hader的滑球在较小的水平位移 加上一定的垂直位移下压制力是好的 教室球团也有针对这方面为Hader进行调整 将滑球的水平位移由7-8月的-4.2 缩小到-2.7 虽然牺牲了滑球的垂直位移挤回控率 但2022年9月到季末 Hader的WOBA回到高水准的1.51 滑球的WOBA也回归到正常的2.86 而Hader更透过休赛季的调整 将滑球成功转型 2023年的滑球水平位移是-2.1 垂直位移也调整到不错的-1.6 整季滑球X-WOBA1x22创下生涯次第 小位移的滑球成为Hader的新武器 然而修好了滑球 Hader仍旧存在这些隐忧 2023年球季防御率仅有1.28 但XFIP是3.52 偏飞球的投球形态 加上配合球场海风的掩护 让Hader本季夺掉许多被炸裂的画面 到了外野相对较小的太空人没离过球场 大概又会被修正一波吧 此外 Hader本季的X-WOBA抗2.91是生涯新低 但控球状况却是越来越糟 BB9是生涯最差的4.79 虽然能有效控制被集出的集球品质 但保送堆垒包的场景在本季层出不穷 与巅峰的2021年相比不安定许多 虽然Hader在教室的一年半经历了不小的乱流 但终究是顶级终结者的选项之一 放眼今年的自由市场 能称得上关门选项的 还有Craig Kimbrough David Robinson Jordan Hicks 但跟Hader相比都还是差上不少 以太空人要追求世界大赛冠军的目标来看 都不会是构立的关门人选 也无法取代掉现任的终结者Ryan Presley 追求更顶级的Hader有其道理 从正面角度来看 Hader除了是本季最大咖后援 甚至在未来三年也都还会是 明年能追求的只有迈入37岁高龄的Kendy Jensen 34岁今年在响伟蛇略显疲态的Paul Sivar 竞争对手会不少的Clay Holmes 2026年虽然Edwin Diaz能跳出合约 但他老兄敢跳肯定是要寻求更大张的 而与Hader年纪相仿的Devon Williams 则依旧充满交易延长合约的变数 太空人选择在今年先抢下还处于巅峰 4月才满30岁的Hader 无疑是为未来几年自由市场终结者的稀缺 及Presley的离队买了一份保险 以太空人今年的阵容来看 或许是往后几年最有机会夺冠的时刻 内野核心Jose Artube与Alice Bregman 都即将在今年结束后成为自由球员 如果没办法续约 无疑是要面对内野阵容的大改组 绑下Hader除了是保保险之外 也是要在夺冠窗口的最后一年 组出最安定的牛棚 在七八九局分别可以排出 Brian Abreu Ryan Presley Josh Hader的超强胜利组 堪比1415年的皇家铁牛镇 如果老板执意要签下的Raphael Monteiro 能够回稳 那就皆大欢喜了 而从薪资的角度来看 Hader的签约让太空人的薪资 首度突破豪华税限 来到了2.546亿美元 刚好压在第二层门槛2.57亿以下 在依照今年的战绩决定后续走向 去年年底总管Dana Brown才在说预算不多 也不想花大钱在后援投手上 却在今年花大钱签下Hader 还会失去第二轮的选秀签 180度的大转变 背后无疑是老板Jim Crane在操盘 这同时也是Jim Crane买下太空人之后 首度在自由市场签下超过5年的合约 他老人家受访时就提到 签下Hader是要再次冲击冠军 后续也会有更多的动作 展现出冲破碎线也要夺冠的气魄 但最好是要说到做到啊 欧突北跟Bragman是否要续约 Kyle Tucker跟Frameberg Valdez的延长合约 都是维持球队竞争力的关键 不然到时候人去镂空 独流九局的Hader苦等救援机会 那才是把门关上的最惨代价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怎么看Josh Hader这笔签约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若是对我们的会员方案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点击下方的加入栏位参考看看 这里是生皮C5度 我是米过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